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经典名著速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海上生活 老人与海的孤独斗争 二 老渔夫的最后挑战 与大马铃鱼的较量 三 欧内斯特 海明威 简洁风格的文学大师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海上生活 老人与海的孤独斗争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海洋版的独自在家 但这次主角不是一个机智的小鬼 而是一个顽强的老渔夫 我们亲爱的圣地亚哥 这位老兄的故事被海明威大叔 用一种叫做老人与海的方式 记录了下来 这本书简直就是海上生活的终极指南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孤独的海上生活 但又怕运船 那么这本书是你的不二选择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圣地亚哥 这位老渔夫已经84天 没有捕到鱼了 这在渔民界里可以说是干旱成灾的水平 但他并没有放弃 这份坚持让人不得不佩服 也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 最好的鱼总是在别人的鱼楼里 但圣地亚哥不信这套 他决定第85天再出海 这次他要是还没捕到鱼 他可能就要考虑去海边卖艺了 幸运的是 老天爷终于眷顾了他 他钓到了一条大马鱼鱼 这条鱼大的惊人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海中的大块头 但是 这条鱼并不是那种乖乖上钩的小鱼 它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这场斗争持续了三天三夜 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道理 在海上 即使是老司机 也不敢说自己能轻松搞定一切 因为海洋生物的大小和力量 是不可预测的 在这场斗争中 圣地亚哥展现了他的智慧 耐心和力量 他和这条鱼的斗争 不仅是肉体上的 更是精神上的 他对这条鱼既有敬畏也有同情 这种复杂的情感 让这场斗争 不仅仅是为了生存 更像是一场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海明威在这里巧妙地 用于来隐喻生活中的挑战 告诉我们即使面对巨大的困难 也要像老渔夫一样坚持不懈 最终 圣地亚哥战胜了大马铃鱼 但是 当他满载而归时 却发现 鱼已经被鲨鱼吃得只剩下骨头了 这里有点像是你辛辛苦苦做了一顿大餐 结果你的室友只留下了一堆盘子给你洗 但是 圣地亚哥并没有因此而沮丧 他知道自己已经尽力了 这种精神胜利法 让人不得不佩服 老人与海 不仅仅是一个 关于海上生活的故事 它更是一个关于勇气 坚持和尊严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即使在孤独和艰难的斗争中 我们也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 下次当你觉得 生活给了你一条难以对付的大鱼 记得想想圣地亚哥 也许你会发现 那条大鱼 其实是你生命中的宝贵财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老渔夫的最后挑战 与大马鱼鱼的较量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 人类与自然的较量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老渔夫 他的名字 已经随着海浪一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他的故事 却像海中的盐分一样 永远融入了文学的海洋 这位老渔夫的最后挑战 就是与一条大马鱼鱼的较量 这不仅是一场力量的对决 更是智慧与耐心的试炼 想象一下 这位老渔夫 我们可以暂且称他为圣地亚哥 他的皮肤像是被岁月在烈日下考制过 布满了皱纹 就像海图上的航线 他的眼睛 哦 那双眼睛 即使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 也依然能够透过波涛 寻找到那些藏匿的鱼群 但是 他已经很久没有捕到鱼了 他的运气似乎被海鸥叼走了 并没有放弃 他决定再次出海 去迎接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场大战 他的对手是一条巨大的马鱼鱼 那是一种游泳速度极快 力量极大的海洋生物 当他的吊钩 终于勾住了这条大鱼石 一场史诗般的拉锯战就此展开 这场较量不是一时半会儿 就能分出胜负的 老渔夫用尽了他所有的技巧 他的双手被鱼线割得生疼 他的肌肉因为持续地紧张而抽搐 他的身体几乎要被大海吞噬 但他的意志却像那坚硬的珊瑚礁 无论海浪如何拍打都溃然不动 几天几夜过去了 老渔夫与大马鱼鱼的斗争仍在继续 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 老渔夫不再只是看到一条鱼 而是看到了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甚至是一个伙伴 他开始与这条鱼对话 分享他的故事 他的梦想 他的孤独 最终 老渔夫用尽了他的智慧和力量 战胜了这条大马鱼鱼 但当他满载而归时 却发现胜利的喜悦 并不如他想象中那么甜美 海洋的掠夺者 鲨鱼已经将他的战利品 几乎吃得只剩下骨架 老渔夫虽然失去了他的战利品 但他赢得了更深层次的东西 自我认知的胜利 以及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这个故事 亲爱的听众 不仅仅是关于一个老渔夫 和一条大马鱼鱼的故事 它是关于勇气 坚持和尊重的故事 它提醒我们 有时候最艰难的战斗 不是为了捕获什么 而是为了证明 我们可以面对挑战 即使最终 我们手中只剩下骨头和故事 而这些 正是构成我们人生故事 最宝贵的部分 所以 下次当你在海边钓鱼时 不妨想一想 你的对手可能不只是一条鱼 而是你自己 内心深处的那个最后的挑战 记住 不管结果如何 那场较量本身 就已经是一个 值得讲述的好故事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欧内斯特 海明威 简洁风格的文学大师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 欧内斯特 海明威 这位文学界的硬汉 她的写作风格 就像她的生活一样 简洁 直接 而且充满了冒险精神 海明威的故事 和她的作品一样 充满了男人味 但别担心 我会尽量不让这变成一场 文学界的摔跤比赛 首先 海明威的写作风格 是如此的简洁 以至于她的句子 就像是经过了 文学界的减肥大赛 每一个字 都必须证明 她的存在价值 才能留在页面上 她的这种风格 被称为冰山理论 意思是 故事的表面 只是冰山的一角 真正的含义和深度 都隐藏在水面之下 这就像是 她在告诉读者 嘿 我给你们留了点东西 去挖掘 不要懒惰 动动脑子 海明威的作品中 充满了男性气概 和生活的艰辛 她的角色 通常是那种硬汉 面对生活的打击时 他们不是哭泣 这些角色就像是 海明威自己的分身 她不仅在文学上 是个硬汉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 她喜欢打猎 钓鱼 拳击 甚至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 担任救护车司机 这些经历 都为她的写作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海明威的幽默感 可能不是那种 让你捧腹大笑的类型 但她确实有一种 干燥而微妙的幽默 比如 她曾经打赌 她能写出世界上 最短的故事 然后她写下了这六个字 For Sale Baby Shoes Never Won 出售 婴儿鞋 未曾穿过 这句话简洁到极点 但却让人心声 无限遐想 海明威的生活 和她的作品一样 充满了戏剧性 她四度结婚 喜欢在世界各地冒险 最终在1961年 不幸地 以自己的方式 结束了生命 她的生活和作品 都反映了 她对生活的热爱 对冒险的追求 以及对简洁 有力地表达的执着 总之 海明威是那种 即使在文学沙龙里 也能把酒瓶当哑铃的作家 她的作品简洁 强烈 就像一杯浓烈的威士忌 可能不是 每个人都能欣赏 但绝对是文学界的 一股独特风味 她教会我们 有时候 说得少 意味着更多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古巴与海明威 老人与海的创作背景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文学与地理的浪漫邂适后 古巴与海明威 以及那部让人们对海洋产生无限遐想的作品 老人与海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二十世纪中叶的古巴 想象一下 那是一个充满阳光 沙滩和朗木酒的地方 而在这个加勒比海的宝岛上 有一位白胡子的美国老头 他就是海明威 这位老头 可不是普通的游客 他是个文字工匠 一个热爱大海的作家 海明威在古巴的生活 可以用海醉来形容 他在这里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 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的爱船比利号上 或是在古巴的小酒馆里 与当地渔民畅饮 听他们讲述海上的故事 这些经历 无疑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老人与海的创作背景 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熏陶下孕育而成的 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古巴老渔民圣地亚哥 与一条大马铃鱼的斗争 老人出海四天 历经风浪 终于钓到了那条大鱼 但在归途中 鲨鱼群的攻击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个故事 既是对人类不拘不挠精神的宋哥 也是对海洋生命力的赞美 有趣的是 海明威在创作这部作品时 自己也像老渔民一样 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捕育旅程 他在写作时遭遇了创作瓶颈 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文学才能 但最终 他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 完成了这部伟大的作品 就像老渔民圣地亚哥一样 尽管归途中损失惨重 但他的精神和勇气永远值得尊敬 海明威与古巴的关系 不仅仅是一个作家 与他的居住地的简单关系 古巴的海洋文化 渔民的生活方式 加勒比海的自然风光 都深深地影响了海明威的文学创作 可以说 没有古巴 就没有老人与海 这部作品 最后 让我们以幽默的方式 结束这次的分享 如果海明威当时选择了去北极 而不是古巴 那么我们今天可能会读到的是 老人与北极熊 幸好 他选择了古巴 选择了大海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享受 这部描绘人类与自然斗争的文学经典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勇气 尊严 与自然的力量 作品的深层主题 当然 我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 勇气 尊严与自然的力量 这些主题在文学 艺术 哲学乃至流行文化中 层出不穷 它们就像是一道道丰富的佳肴 等待着我们这些知识的美食家 去细细品味 首先 让我们聊聊勇气 勇气并不是没有恐惧 而是在恐惧面前依然能够站稳脚跟 想象一下 一个文学作品中的英雄 面对着巨龙的咆哮 他的膝盖可能在打颤 但他的心灵却坚如磐石 这位英雄可能是中世纪的骑士 也可能是现代的消防员 但他们都展现了同样的勇气 这种勇气 就像是一杯浓烈的咖啡 让人在品尝时感到苦涩 但之后却有一股暖流在心头弥漫 接下来是尊严 尊严是人类的一种内在贵族气质 他不受外界财富或地位的影响 在文学作品中 我们经常看到贫穷的主人公 保持着高贵的风范 就像是穿着破旧外衣的国王 他们可能没有金钱 但他们拥有的是 无价的自我价值感 这种尊严 就像是一顶虽然破旧 但依然高贵的皇冠 时刻提醒着我们 真正的价值来自于内心 最后 我们来谈谈自然的力量 自然 这位伟大的艺术家 总是在不经意间 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 无论是壮观的山脉 还是细腻的雪花 自然的力量都在提醒着我们 人类只是宇宙众生中的一员 在许多作品中 自然常常是一个强大的角色 他可以是温柔的母亲 也可以是无情的审判者 自然的力量 就像是一场没有彩排的戏剧 观众们永远不知道 下一幕会发生什么 总结一下 勇气 尊严与自然的力量 是作品深层主题中的经典元素 它们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宴会 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味道 而我们 作为这场宴会的主持人 有时候 也需要一点勇气 一些尊严 以及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来引导我们的听众们 走进这些主题的深层世界 所以 拿起你的勇气之剑 戴上你的尊严之冠 让我们一起在自然的舞台上 演绎尝场精彩的故事吧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聊的是 《海上生活》和《老人与海》这本书 从圣地亚哥的孤独斗争 到他最后的挑战 我们看到了勇气 尊严和自然的力量 在这个故事中的重要性 首先 圣地亚哥的坚持让人钦佩 他84天没有捕到鱼 但他仍然坚持出海 第85天 终于捕到了一条大马鱼鱼 这告诉我们 即使面对困难 我们也不能放弃 我们需要坚持不懈 就像圣地亚哥一样 其次 圣地亚哥与大马鱼鱼的斗争 不仅仅是肉体上的 更是精神上的 他对这条鱼 充满了敬畏和同情 这种复杂的情感 让斗争充满了意义 这提醒我们 在面对挑战时 我们需要保持头脑清醒 不仅仅是为了生存 更是为了探索生命的意义 最后 尽管圣地亚哥最终失去了 他的战利品 但他赢得了自我认知的胜利 这告诉我们 有时候 我们赢得的并不是物质的东西 而是对自己的理解和尊重 总的来说 《海上生活和老人与海》这本书 教会了我们勇敢面对困难 坚持不懈 以及尊重自己和自然的力量 所以 下次当你面对一条大鱼时 记得想想圣地亚哥 也许你会发现 那条大鱼 其实是你生命中的宝贵财富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海上生活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圣地亚哥的勇气 有何感受 请在评论区 留下你们的问题和观点 让我们一起探讨 这个有趣的话题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